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能我们电视之前有很多观众朋友也试过这个 就是嘎子白 干蓝 然后再加上洋葱 芹菜 青椒 西红柿 来告诉你啊 怕味道不好 告诉你说放点牛肉 然后天天早中午三餐就吃这个 我吃了三天呢 然后呢 打嗝说话全是洋葱味 然后就受不了了 那时候那日子过的简直一打开门 以为我们家是菜市场呢 然后后来别人就告诉我说什么呢 说那个早餐 午餐吃好 然后晚餐不要吃 可是有的时候就熬夜你知道吗 熬到最晚上的时候 晚餐不吃的人肯定都有同感 一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的饿 那个时候就咬着牙子不能吃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饿得嘎嘎挠墙的 哎呀我那时候我就感觉 我说为什么那个小猫啊小狗呢都嘎嘎挠墙 他真闹心 哎 我们这你的经验 这是我 这不是我的经验 这是我倒霉的经历 痛苦的经验 所以特别想我们也也想找一个找一个方法 然后说能够最好的最有效的减肥 全世界的减肥方法 你把它融合起来大概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减你身体的水分 这种方式会把你身体的营养素全部都拉掉 所以导致最后人会虚脱 瘦没瘦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把水分排掉之后 你再喝水又胖回来了 这个全部就是玩弄 纯粹是一个玩弄 这个是很不应该的 第二种减肥法 就是减掉你的身体的蛋白质 所以很多人是用蛋白质的燃烧法 用蛋白质燃烧法 可是你要小心 当你用减蛋白质的时候 你的命会送掉 因为你身体的指甲皮肤 细胞 组织器官 全部主要是由蛋白质所构成 所以你如果吃过量的高蛋白 这个是很多人用高蛋白减肥法 这个是很有名的 Dr. Atkins 那么这个 不知道怎么翻译 阿特金斯 那他这个减肥法 在美国死掉很多人 用这种方式 就是每天就是吃大量的肉 吃大量的肉 那么吃了以后你很累很累 然后就一直消耗 那当然你就会瘦 可是这种瘦反弹也很大 还有最难 肾功能会出严重的问题 所以后来在美国 很多专家学者就批判 因为死掉了太多人 然后第三个减肥方法 就是减掉你身体里面的脂肪 减掉脂肪 其实是最普遍的减肥法 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方法 可是会比较辛苦 多数人是很难坚持下去 我个人提出第四个减肥方法 各位你可以试试看 为什么全世界很多人都说 我吃的健康排毒餐 照你书上所写的方式 照我们现在节目所看到 你做了以后 你就会瘦下来 而且平均一个月 可以慢慢缓慢的 一个月大概缓慢的瘦 三到五公斤 就是六到十斤 你会慢慢的瘦 而且你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大肠里面的毒素 大概有五公斤到二十五公斤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一次排毒餐以后 很快就瘦了 因为他把大肠壁上面 年代肠壁 几十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书片 都把它排掉 综合频道每晚十九点三十二分 全国首播电视健康新闻杂志 新北方健康一身轻 听听林光长的高论 感受他一路过鞋的健康春风 来 这鼠片是那些 仔细看一看 这个手 要把漏陷了 新闻互动娱乐服务 各位好 各位好 智利民生 关爱生命 新北方后不调台 健康一身轻 让您跑步上北京 从前 每到中国新年 世界各国都要派使节 不远千里送来珍贵的礼物 已是友好和尊敬 万国美味 好吃 今年新春 地圣客龙腾盛世披萨 汇集美国熏鸡肉 匈牙利香肠 德国啤酒肠 让中国年充满世界美味 别不客气 男人 宠服务